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生态系统就是海草 配合三月一号世界海草日 记者来到乌鸣岛泽爪 要带你去了解海草这种生产在海里面 唯一一种会开花的植物 我们在新加坡有12种类型的海草 在Chik Jawa有4种类型的海草 这里我们有轻软的海草 您可以看到这里 轻软的海草 它是平均的 和最终的海草 海草就跟陆地上的草一样 是完整的植物 有根 茎 叶子 还会开花 它们生长在海岸潮间带 通常会被海水覆盖 只有在低潮的时候才会像这样暴露在外 除了雾鸣岛 新加坡南部岛屿如圣陶沙 圣约翰岛 石马高岛 以及本岛多个沿岸地区 都能找到海草的踪影 而海草和红树林一样 在保护海岸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公众对海草的认识 却不及红树林 我认识为海草是更名的 但是科学们都说 海草的受伤感性 可能不太性格 我认为最多的时 他们不太看见 海草的小时 他们也看不像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太重要 但其实他们很重要 他们很重要 他们支持很多生命 很多食物 你吃饭 或食物 当年年年年 他们使用海草 財品代表屬蟲 捕捎灵 而 intéress外地的物品 他們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水平所值得 我們在環境時 必須保護它們 使用暴水面的草澡 不具備的化合水 水是很多水平的 水平所在併人的草澡 而放在土地 装置行動 Team Seagrass is actually a major effort that has been done since 2007 where we go out to do consistent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three largest Seagrass meadows Sirene Reeve,Chick Jawa and Zemak Gau And this gives us a very long-term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lth of these meadows Allows us to track their health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when we notice a decline It lets us step in to do some management strategies But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Yes Lytan Reeve